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以下節目含粗言諭語,只適合成年人收看。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敬請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吳辦高深,彈球均真,啤梨漫步,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女學生,詩詩文文等你很久了。 呃? 這麼多年,經歷了這麼多。 本來以為你,第二次做人妻之後,我們已經沒機會再見,想不到會以這個形式相遇。 C2701,C2708 前天參選立法會,李思煙成功爭取2900多票,可惜都是保不住幾萬元的保證金。 星期三還被聯儲落案起訴選舉舞弊。 控罪說,已經54歲的李思煙涉嫌在16年7月24至11月8日期間,收取九項每項一千元以上的不明捐贈。 合共兩萬三千元之後,沒有確保到筆錢,不會用來給選舉開支。 他已經獲准保釋,星期五會在沙田裁判法院答辯。 好,本來我不想說的,但是傳媒的朋友說我們聽眾,大家都很喜歡聽李思煙的東西,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或者想看李思煙的照片。 因為落井下石的東西,我最不喜歡這樣做。 應該要這樣說吧,李思煙跟我的而且確有點淵源,也很有緣分。 大家出道時間差不多了,李思煙呢,他有一件事令我很欣敬。 因為他口大可以塞到兩支咪。 你要記住,他五十四歲,還比我大幾歲。 他的經歷其實都是令人很振奮的,覺得人生充滿了奇蹟。 他在年少時做過林志美和鄺美雲的精美人。 那我就不知道他憑什麼,就是撈入娛樂圈。 又或者說話很厲害。 還是說這世界上有很多善人,很想賤。 是。 竟然這樣也會相信他。 那他一直有破產,在金錢上誠信就似乎一般。 是。 那些也沒有味道。 我一直都運下運下運下,不經意地都運三四十歲。 那麼30,40歲的時候叫他埋街吃井水, 他還是生了兒子。 那當然啊, 我在其他渠道收到, 他也不說為什麼他離婚呢, 因為他的丈夫,兒子的父子。 然後回家的時候, 就是在家裡看到李思煙和客人。 那就是沒所謂的。 那就不知道真是假的, 不用養家嗎? 是。老實說。 還有,你作為一個男人,如果女人沒有本事養女人,要女人出去做雞,養兒或養女人 應該是你羞恥吧,這個男人就是 你仍然很羞恥,真的很羞恥 後來他慢慢慢慢在政壇上比較低調 加上他也跟了我們永年平的一個老友記,做了他的下線 很多時候真的見到面,所以我都不是怎樣說他 他去上街吃井水便好了 早兩個月,三個月左右,我經常去馬來西亞都不記得 有一次我去馬來西亞,其實我多數會坐café 那一次我坐Air Asia,因為訂不到café機票 即是太遲,突然說出發那些 李思彥竟然坐在我後面,現在林康正知道 如果我買到那些廉航,我一定是買到那些第一航闊位 因為我不能坐的,我很能穿的 我一見李思彥坐在後面,跟阿成俊哥在一起 他們倆更好,那時候應該是剛剛結婚 你去馬來西亞都脈穴 我上次,我也覺得我跟他很有緣份 也在節目裡說過 我看見阿成俊哥這樣坐在那裡 你先坐在那邊 就靠到成俊哥那裡這樣 然後還要撕成俊哥的嘴 嘩,很甜蜜 成俊哥就這樣,成俊哥就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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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擁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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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跟我說這女兒會繼續跳飛機 我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 即是她是青春的心 那她跟人打飛機都打了這麼多 她在選舉裡面被說有舞弊行為 但其實這件事也不是很大件事 但要這麼說 我真的仍然要是 為何到今時今日還不拘捕大耀廷 還不拘捕蘋果 擺明是拘捕你了 我認為你是操控選舉 你說民建聯是建制派 如果不拘捕民建聯就不拘捕 即是你也是建制派 你才不是建制派嗎 不是你才是被人套 你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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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現在想想想 我越來越覺得肥佬麗和泛民好而形跡可疑 我絕對懷疑他們是共產黨B隊 絕對懷疑有99% 好了 李思彥呢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控罪告他 收了一些不少於一千元的捐款 他沒有做好收條 其實很容易出事 通常他們選人 只要他們覺得你不順眼 譬如你是反對派 他就會做夠 好像是牛正文當年 我現在還在保存 因為他一天還未說是closed file 那麼多年 我還在保存 譬如我們收了一些人 說我捐一千元給你 我捐一千元給你 我捐一千元給你 這些東西我們要逐章寫回 你是叫什麼名字 OK 好了 你這麼想麻煩嗎 他說這麼想麻煩 不寫名字 你寧願不要收 或者他會捐少一點 不要捐一千 捐六百好了 這個小一點 我記憶之中 要寫清楚 我馬健賢捐了一千元給你 是啊 又有收條 又有invoice 又有receipt 沒有麻煩的 保存在這裡 其實這些東西 我認為選舉事務處 是叫汪過正的 我認為 OK 老實說 其實你說真的要滴水不漏 我想都沒辦法做到 這個就是英國人留下的制度 OK 沒辦法 好了 李詩嫣當然 我想他不知道 他會預料自己被捕 為什麼呢 我看回他的日期 在10月1日 我們偉大祖國國慶 自稱愛港愛國撐警察的李詩嫣 當然他在網上也大肆慶祝 祝福偉大的祖國 繼續繁榮昌盛 國富民安 而且極速在貿易戰內大勝 OK 他很天真 首先我真的想問一下 你知道究竟是貿易戰 還是一件什麼事 還有現在 是不是只是貿易戰呢 OK 好了 另外呢 在5日 他還用正義聯盟主席 和正義聯盟黨主席發表聲明 說在本月4日 即是之前一天 有某幾個團體 盜用正義聯盟的名義 在終審法院舉行集會 他說已經委託律師去跟進 為什麼呢 大家記住 剛剛看他在藍色衣服 喊咪的時候 2016年的時候 他身邊的戰友 其實已經被踢走 是呀 什麼坐一見 全部被踢走 他剛才說的 5號發表聲明 用黨主席的身份 其實就是這群人 四號那天 在中院門口示威 即是 你又不是港獨 又不是民族黨 對嗎 你做了正義聯盟會 就可以了 還有你們有沒有註冊成為社團 也成問題 當然他也說 范冰冰 逃稅 太離譜了 要打牆 打歪風 對於你被ICAC查 老實說 之前的工資也不能出 你想什麼 你想什麼 你現在是屎人陶槌 這樣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我們看看他 接著 也在5號 1點17分AM 即是晚上 即是凌晨 他寫一段這樣的事情 給我一張照片 大家看看 他寫這段 你看 多厲害 寫完寫一張照片 你幹嘛 他說 他說 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是時間 你最重視的家庭 感情 事業 通通都等著你去分配 你願意給哪些最多的時間呢 我們都忙 我們都很多事要做 然而 最後你有願意留下多少時間 給你自己呢 能夠擁有自己的專屬時間 你才能夠思考 了解 沉澱出更好的自己 讓其他時間 變得更加有質量 做得更加好 好好珍惜時間 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OK 好了 回來了 嘩 寫的東西 你倆在好想多男孩 就是中這些東西 好像大口酒 那樣 還有70萬 還說別人殘忽敗 好了 這個意有所指 接著成進 也在同一天的下午 11點10 又回回去 我們就播成進 成進 成進也可能有型 成進是天堂王 師傅 當然了 你看他嘴唇是不是白銀桶 你老婆 嘴唇和銀桶 成進哥說 做好你能夠做的每一件事 親戚你身邊的每一個人 不要過分和苛求 也不需要有太多的奢望 平安快樂的過日子 是最簡單的渴望 也是最幸福的狀態 好 回來了 我屌你老婆 我是看成進哥這一段 我知道 我才知道 劉小禮的守護幸福是什麼 原來 幸福是一種這樣的狀態 我屌你老婆 老實說這個人是不談也罷 但是 憑著他這樣的狀態 都可以在幾十歲的時候 叫做成名 全香港都真的有全港之名 當然 他選立法會 我都不敢說到2900多條 你想他拿2900多條 就不簡單 另外二十幾秒 說不說下去呢 說下去 有兩條戰人 一個戰人叫劉兆佳 他就回答FCC馬海族約備他 他說 喂 他族工作簽證 他應該是溫和 你老婆 想怎樣 他說 不同程度去討論港獨 根本上等同宣傳港獨 宣揚港獨 你老婆是 這麼溫和 我覺得應該強硬一點 打七英國 開頭講港獨的時候 拉到馬海 大部分包括建制派 包括連行政會議的 陳志施都說 那時候說不出 為什麼不讓人說 在學校裏面 宣傳不行 不讓人討論 不讓人說 其實不是限制言論自由 是思想自由 根本是一個開放社會 是不能容許的 但是今天劉兆佳經的人說出 不同程度討論港獨 實際上等同宣傳港獨 甚至大學教了很多年書 你怎麼做一個讀書人 這些人是連共狗都不敢說的說話 他們說出來 當然 實際上 他們也沒有說錯 老實說 一討論他就只倫遇逢 當然是宣傳 如果港獨是這麼不可能的 一討論 其實就是每一次討論 就是每一次把港獨的可能性壓低 如果你們說到港獨是這麼低 根本沒有可能 沒有基礎 不是 你現在說是宣傳港獨 即言吳之意 其實劉兆佳是否內心深處 一方面 他又沒有用臉上拆鞋 另一方面 他也怕這個港獨之說 能夠規劃到青少年 另外最後一個 要說下去 我就是到頂 就是這個叫屈永賢 就是我陳家 他說殺一如我不能警白 那殺一來做什麼 講來講去 即是說 現在為你殺完一個 似乎都沒有什麼了 你不夠硬 那屈永賢 老實說 你的文章奇聞共賞 就不用看他的見面 也挺歹毒 這個想法 完全是糧粉 老實說 糧粉給他了什麼 梁振英在台上 現在梁振英下台 林鄭月娥沒有給你嗎 是吧 為什麼你這麼想拆了梁振鞋 梁振英給你 七七七給不到嗎 屌你了 可能就真的給不到 他現在說來講去 就是說 港獨是來容忍 他說現在的政府 為什麼 屌你了什麼做得這麼厲害 沒錯 為什麼搞到陳浩天之後 那些人仍然有港獨的事 思潮他出現 大學退後講 這裡來講 你大學講 即是林鄭做不到事 我只能這樣說 除了在利益之外 他可能跟蔣雷榮一樣 屌你了什麼 未必跟六八九一腿 但是你君不見 大家看看 葵瑞榮的老公這樣想 他對高大威猛 你也維護過他 怎麼維護他 因為有一次 小弟在網上寫幾個字 說他理應死著全街 六八九就馬上響名 抓狗我 可能就是這樣 你不是女生 這件事是其中一件事 還要出書 六八九在旁邊陪同他 我告訴你 這件事是溝女 我們順便說 我記得一次 我以前有個夥伴 這女兒是個小女兒 我完全沒有意思 不過她很大 但她真的沒有意思 不是開玩笑的 有一次 不知道玩什麼 我們一群行家吃飯 應該是大垃三公 之類的 我贏了 我看到那個小女兒 不斷開頭不斷輸 然後我總之 你知道每人男人 都是大垃三公 輸了幾次 我才很滑寒 我贏了 我說 張妮拿去 我是沒有遺疑的動作 她就愛上了我 你想想 你屈永賢 你屈永賢 你屈我去抓那個人 又陪我出書 我看到她這麼漂亮 她老公的頭髮又甩 又肥又矮 還要四眼 不是 如果我想不到 你怎麼會落到這樣 但六八九 那又是 不永遠碰到 好過龍蝦 那你從六八九來說 咦 人妻 對 好龍蝦 而且 好龍蝦 對 嘩 嘩 不用說了 休息了 你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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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時今日 在香港 不懂幾句廣東話 是會餓死的 可以怎樣做 I teach you 廣東話 in a yum cha way 買一套 廣東大飲茶 跟我學幾句廣東話 那就包不會餓死了 好龍蝦 好龍蝦